長官好 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週二的確診數本來就會比較高一些 那目前 都還是呈現下降趨勢嘛 那因為有醫師說 7月18號我們的本土就會跌破萬例 然後 染疫率會超過17% 而且還提到說死亡人數將會面臨7000保衛戰 每百萬人的死亡人數呢 將會是293 我們有 預估這樣的數字嘛 然後另外呢 也有專家提到 說BA.4跟BA.5可能很快就會有本土的個案 那我們未來要如何因應 謝謝 有關這個 目前其實我們在看整個疫情 在下降 似乎我們的預期跟實際上相比 都比 就預期希望 上次我們不是說6月底 就希望跌破萬例嗎 結果大致上次沒有 現在看起來 有人又預估說是7月中 那也許 也許可能要到7月底啦 就是說 可能這個的下降速度沒有像大家 想那麼快 那如果說以7月底 7月底 可能才有可能到1萬例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因為 目前看起來整個死亡 死亡的人數也有在下降 當然是希望說這個 死亡致死率就會降得比較低一點 目前如果是以Omicron的 就從1月1號開始到現在 大概是15點 15.5左右 萬分之15.5左右 所以當然是希望說 這個致死率 加上我們這邊 如果加強這個診斷 治療 那可以降低這個致死率的話 當然是希望這個死亡的人數跟這個致死率越低越 好 那再來 BA.4跟BA.5的部分 目前從其他國家的經驗 就是 有目前 就是有 目前主要是感染是BA.2 再加上我們先前有 已經有大概7成的人打了第三劑 雖然有些人 可能打比較久 那他的這個 保護力可能開始下降 那現在我們也提供民眾 就是符合資格的民眾可以開始打這個 第四劑 所以 當然是希望說 藉由目前的自然感染跟這個 施打疫苗的部分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先前如果感染了BA.1或BA.2 那BA.4跟BA.5 可能會稍微在 目前看來可能是在8月左右 8月以後 才有可能 有可能的一小波 那這個部分 事實上也認為說 BA.4跟BA.5他的傳染力比較高 但是 他的嚴重度並沒有特別高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說針對有關 BA.4跟BA.5 在未來 可能8月以後會有 會有這個可能的 稍微上揚了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當然第一個就是民眾如果這個疫苗 三劑還沒打滿了 趕快去打 那如果你符合第四劑的資格也趕快去打 那再來就是 我們目前整個這個口罩的策略 還是 還是暫時 維持就是 至少到目前7月 大家都不太會懂 所以有關這個部分 以這樣的策略 希望說 在未來即使BA.4跟BA.5進來之後 那可以降低他對我們的影響